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没记错的话您今年29岁 对 没错 已经在计划退休的事了 19号 男嘉宾你好 当我感觉都退休了以后那都玩不动了 我们平常的话也可以去出国旅游 在国内旅游 我是指退休之后咱们可以放开玩 10号 男嘉宾你好 我也比较喜欢旅游 因为第一个我觉得旅游的话能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然后第二个的话就是我希望在婚前跟我的将要结婚的另一半一起出去旅游 因为这样子的话也能参考对方到底合不合适将来一起走下去 我非常赞同您的观点就是我也认为旅游是考验情感双方最好的方式之一 要及早 要及早 早点跟他旅游去 早点知道他合适不合适 对 今天牵手的话就可以直接走 你说的是10号对吧 是 谢谢 第二个问题 我不希望我的另一半在吃饭的时候会拒绝尝试 尝试新的菜品 5号 大家好 我叫王立秀 是哈尔滨人目前在苏州同事总住的工作 然后来到这儿想找一位就是温柔体贴的男生 男嘉宾提出这个问题 就是我可以接受我尝试新的菜 但是如果我吃了一口我不想吃了 然后你会不会觉得矫情 我觉得没有任何问题 尝过之后喜不喜欢是个人的喜好问题 但敢不敢尝试是个人的一个勇气问题 21号 男嘉宾你好 我想请问一下 假如说新菜市里面包含你的忌口怎么办 其实我个人来说的话我没有忌口 什么都 什么都不忌 就是包括香菜之耳根等等 一般比较忌口的一些东西其实我都是能接受的 那我的忌口有点多 所以说来我们听听 比如说所有的动物内脏我都不吃 还有肥肉啊那些葱啊什么的 但是香菜我吃 他不吃的东西能打满一 A4只打满了一会儿 真的这么厉害了 能吃的就不多了 绿色植物拿开水烫一下就可以吃了 那很好养 看片子 情弦颤抖 似弦共鸣 大提琴被称为最接近人类深陷的乐器 我是刘宇峰 用情声来说说我的故事 工作中我是热情似火 勇往无前的地大调 从事旅游业近十年 2019年辞职创业 成立了自己的旅游公司 四年后继勃发 目前已有三家分公司 员工二十余人 助营定制旅游方向 小众专线游 闺蜜鱼拍游 单位团建游 应有尽有 二位对旅行有什么需求呢 风景要美 但人不能多 行程要丰富 但不能太累 餐食住宿也好 但预算要低 OK没有任何问题 交给我们 我们能搞定 去年我抓住露营经济风口 在杭州周边 开发了一个露营基地 在这里 星空为幕 帐篷为营 约上三五好友 一起吃烧烤 看电影 喜新鲜 享受大人隐喻式的快乐 生活是越轻松 我不欢快的F大调 我会利用碎片时间 给自己设计专属的娱乐主题 难得休息的夜晚 是我来之不易的电影之夜 哪怕只有一小时的空隙 我也会动动手 享受严丝和缝带来的解压感 喜欢看推理小说 通勤路上等餐间隙 我都会拿出来翻一翻 学生时代也利用客余时间 完成了一部推理小说的创作 善用碎片时间享受生活本身 让乐趣加倍 对于自己的热爱 我就像底色干净的C大调 大提琴是伴随我长大的老友 悠扬的琴声 贯穿我人生的每一个阶段 当时跟大提琴结缘 也是非常的机缘巧合 我大提琴老师 当时来学校挑人 来到我们班的时候 就说让我们把我们班 最聪明的小孩挑出来 我们数学老师 就把我拎出来了 当时我可是非常骄傲的 但是当真正练琴的时候 别的小孩有得玩的时候 我只能在家里默默地练琴 到了大学以后 因为会一样乐器 非常受女孩子的青睐 所以当时大提琴 也是在我的爱情道路上 给到了很大的助攻 音乐以人生皆为富调 未来我会继续演奏好 帮我人生的各式曲调 期待你的出现 共奏属于我们的美好旅章 23号 大家好 我叫周文文 来自山东青岛 今年22岁 目前在做音乐督导的工作 我大学的专业是柳琴 你可能没有听说过 就是比较冷门 柳琴我知道 然后我们乐队演出的时候 会带着大提琴 她叫柳琴 好美 她跟琵琶的区别是 比琵琶小 然后音乐比琵琶高 那你为什么选这个乐器学习 我当时小的时候就看《西游记》 里面《琵琶经》很好看 我就想学了 《琵琶经》给了她指名的人生的方向 《琵琶经》 周文文说的柳琴 还有哪个女生 有各种乐器方面的 5号 我是在大学毕业的时候 学的这个《琴琴》 为什么学这个《琴琴》 是因为我从小 对这个《琴琴》 有一种情怀 当时第一部这个《琴琴》 我记得是黄毅的这个女驸马 然后她在这个弹琴 我觉得真的好美 然后就大学毕业了 包括一直也坚持到了现在 也是作为一个爱好 我说实在话 我觉得特别是工作以后 或者不上学之后 去学一样乐器 真的需要非常大的勇气 你不是简单地 会弹《琴琶琶琶琶琶琶琶》 都就可以 我觉得你非常有勇气 去做这一件事 但是我刚才听你跟5号之间 我觉得有很多相似之处 你在杭州 他在苏州 你做旅游 他也做旅游 你是总经理 他是总经理助理 你是来招聘的吗 大提琴给我们展示一下 可以 可以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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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你大提琴的老师吗 这是我 这是大学时期的我 二分之一的他 这个真的瘦下来真的帅 钱力股 那个时候只有140斤 金洋洋 男嘉宾 你好 我刚刚在短片里有看到 你说你做旅游也是蛮多年了 那想问一下 那你有没有给我们 比较推荐那样 像这种小众的旅游路线呢 其实蛮多的 如果说像你们女孩子喜欢拍照的话 我比较推荐像西澳大利亚的西里尔湖 那边是周董MV里面的粉色海洋里面的取景地 非常的漂亮 这就是佛斯那边西澳 对对对西澳那边的粉色海洋 就是我上次跟你们讲的胡萝卜素 就这样 对 那边拍照非常好看 然后是毕鲁库斯克 里面都是巴洛克风格的一个建筑 巴洛克建筑里面呢 我们可以穿比较热情的一些颜色 我们拍照出来呢 会有非常漂亮的一个对比色在里面 会非常好看 加小丹 你好 男嘉宾 那个VCR里面说你很喜欢露营是吗 对 是的 我也特别喜欢露营 因为我觉得要是周末啊 有假期啊 其实跟三五个好友一起出去露营 特别促进就是友谊 是的 因为我也是比较喜欢露营 现在城市里面的生活节奏 包括工作压力其实都是比较大的 平时的时候呢 我觉得不一定说一定要去到 我们非常专业的一个露营地 或者说带上非常专业的一个露营设备 我觉得平时如果说我们撑一把伞 到小溪边湖边去钓钓鱼 其实也是一种露营方式 我有看到片子当中 她说2019年她辞职创业做了一个旅游公司 她说她在这三年中开了三家分公司 而且包括露营啊等等 这种稍顺其事的火花 被她抓住了这个风口 这也是提醒各位女嘉宾 关注到这背后体验出的韧劲 还有在这种极大的外部压力下 挑战的这种能力和这种态度 也是她人格当中重要的组成部分 我做的旅行社 它不是一家 或者我们传统认知里面的传统旅行社 我们可能是更偏向于 是去做一些定制化的旅游线路 然后我们是在19年的时候 11月份开了第一家分公司 是在海南 当年亏了很多 然后我们在21年又 因为我们相对来说定制旅游 在行业冲击下面相对来说小一些 我们客户也是比较精的 就比较细的细分的一些客户 然后一直是三家公司 到后面就没有拓张了 是的 稳扎稳打 步步为营 来看下一条 应付流淌间 人生乐章已到儿立之年 曾经的我不喜欢在恋爱关系中 占据主导权 经历了一段你说了份的恋爱 这样我们吃什么 你说吃什么就吃什么好不好 好 这次放假我们去哪玩 都可以 我们还哪套情绪装 你说了算都可以的 好 女生是一个对情绪价值要求很高的人 希望能够天天见面 但当时我刚参加工作 还是一个朝九晚五的上班族 为了满足她 每天下班后 我都要跨越大半个城市去见她 然后赶着深夜 最后一班公车回家 当时跨越大半个杭州去约会 确实是挺累的 但当时因为是在热烈期 我觉得宁可自己累一点 也不要去打破这一个平衡 然后爆发一些无所谓的争吵 我觉得这个是不值当的 还是让她说了算吧 恋爱一年后 她向我提出了分手 结束了这段你说了算的爱情 我和上一段恋情的她相识于网络 线上聊了半小时 立马奔线 相约咖啡馆 见面结束后 从餐尾到门口 十步路的距离 我果断决定向她表白 认识不过几个小时 我就收获了这份爱情 第一次见面就表白 是因为我觉得 时间不是检验真诚感情的唯一标准 如果我喜欢 那么我应该勇敢地去表白 但这个恋情就像一首热烈而又短暂的乐曲 相处半年后 我们因为对520这个日子 有不同的理解而大吵一架 我觉得这只是商家营销的噱头 但她却并不这么认为 最终我们分道扬镳 旅行是检验两个人是否合适的最好标准 我希望能和未来的女朋友 一起定制我们恋爱旅游计划 我负责应届需求 她负责旅游行程 在旅途中我们能更好地沟通 能看到和日常生活中不一样的彼此 确定是否是值得托付终身的伴侣 你愿意和我共赴这趟爱的旅途吗 18号 男嘉宾 你好 我想问一下就是 你恋爱中是真的就是 对方说什么就是什么 而且不会给出你自己的看法 因为我恋爱中 我还是比较依赖就是另一半的 我就希望对方 就可以询问我的意见 就是我们可以商量 商量着来吗 首先我解释一下 你若算这个场景 其实是特定我那一位前女友的 那一位前女友可能是 远生家庭上面的一些问题 在情感需求上面特别高 那么我在选择面对她 或者跟她相处的时候 我选择更多地给到她一个主导权 那么如果说我们之后 相处的过程中 如果你不希望 有你去做这个主导 那么我来主导也是OK的 她跟那个女生在一块说 你说了算 一直重复的你说了算 这个话有人爱听 有人不爱听 我还很同意 18号刚才说的有一句话叫 商量着来 我觉得谈恋爱当中 绝大多数的事情 都应该商量着来 那我们来看大屏 有一个网上的帖子 很多人都在看 女生票选最讨厌男朋友说的十句话 排名第一 可以 你说的算 你们觉得讨厌指数第一名的是哪一句 21号 我最讨厌第九个 嗯 就是你可以说一句话 但是为什么就嗯 就会觉得很敷衍 可以用嗯嗯 嗯嗯就好一点 对不对 嗯嗯嗯 对 会听着舒服 7号 我最讨厌的是第八句 我没什么好说的 它还不如那个第九个嗯呢 或者嗯嗯 因为我觉得你都已经明白的告诉我 你都拒绝沟通了 你都跟我没啥好说的了 嗯 九呢是敷衍 八是态度 是一个强硬的态度 我没什么好说的了 我也不想敷衍了 对 其实女生可能更关注的是 我们处理事情的态度 对 他们给我看了之后 我在网上又又找了另外一篇 男生最讨厌女生说的话 看了这个哪几句是你们经常说的 加小单 谁的电话呀 我说这个问的比较多 哦 16号 我早就跟你说过了 但是我觉得这个是一个 我提前就告诉过你了 你怎么还这样 就 男人很多时候耳朵是关闭的 这一点陈铭很在行 这五句话当中 你最讨厌哪一句 你心里到底有没有我 为什么 你最讨厌这句啊 陈铭 我吗 我真的觉得都还好 这五句话就算不说 也是女生心里OS当中 非常常见的五句话 只是有时候她不愿意说出来而已 但是如果只是文字 我们换一种口气说 会不会有不一样 比方说我们前面加个宝贝 我们试一下 宝贝 我早就跟你说过了 会不会好一点 你刚才说的这个 我在网上看到他们是这么说的 男孩跟女生说 走 我带你去骑摩托好吗 女孩说 你就不能加个宝贝吗 好的 带你去骑我的宝贝摩托好吗 9号 大家好 我叫王宽玲 是一名来自安徽楚州的女孩 现在是定居在合肥 在合肥从事护理这一块的工作 刚刚看那个维在尔中 你跟那个女网友聊了半小时之后 就是奔线然后在一起了是吗 对 是的 其实我不太赞同这种 我觉得两个人就是 在谈恋爱过程中 可能要先彼此了解对方 然后大家都熟悉了之后 才能就是在一起 好 谢谢 因为我是觉得 不一定时间短就不熟悉 短时间也可以碰出 非常好的火花 16号 男嘉宾 你好 你那个网恋奔线这个观点 就是特别赞同 因为我之前跟我初恋 我们也是网恋奔线 见完面回去 我们聊了一晚上 当天下午就在一起了 就跟你这个节奏 其实还蛮快的 其实我是一个比较直的人 如果喜欢我就会说喜欢 如果不喜欢 我也会直接说这个东西我不喜欢 特别是当时的一个场景是 但是我马上要出镜去在境外工作 那么我觉得这个如果说不说出来 那么时间长了可能感情就淡了 所以我觉得如果喜欢大声说出来 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你说的什么半个小时就表白了这个话 但是我告诉你 但是我告诉你 我们去看这个世界上所有的经典的 打动了全世界的那些爱情电影和小说里面 大多都是当天表白的 太太尼克号上的那个杰克 他们见面没多久就表白 混沌蓝桥当天表白的 所有这些艺术作品都是这样的 但我们沉浸在艺术作品里面说 他们的爱情好美 好浪漫 14号 你好 男嘉宾 刚刚听到您比较喜欢尝试新的菜系 又听到你说你的上一任女朋友 是这个节奏比较快 我想问一下为什么会这么快呢 是多多少少有一些三分钟热度 还是怎么样 其实这个是有很多原因 第一个呢 我当时是在境外工作 可能两地离得比较远 当时也没有像现在联系这么方便 这是一方面原因 第二个呢 是就是双方可能在磨合的一些过程中 会产生一些问题 放手也许是更好的一些选择 好吧 刚才14号问的问题 你可能没有完全认识到 她的意思就是说你喜欢尝试新菜 然后看到一个网恋的女朋友 两个小时可以表白 她会担心你是不是一个爱冒险 不太能够在长期的过程当中 去经营感情 她想问的是这个 其实我觉得冒险精神是一方面 其实我自己是一个比较有韧性 比较扛压的人 我其实是比较坚持一些感情的 但是如果说双方真的不合适 真的放手 我觉得是对女孩子的一种尊重 是她选择的一种尊重 现在年轻人当中也很流行 一种上投方式 就crash上投 就特指某一瞬间 有一个陌生人出现 突然一下就完了 咔咔就是头上满了 连跟她的孩子名字都想好了 对 就是那种上投率百分之百 然后就是指对陌生人 就强烈地一见钟情的情感 跟他们刚才提到的 就是奔现之后那种状态很像 然后也一定会有14号心里一些忧虑 就如果多巴胺涌起的速度那么快 那这个退潮的速度是不是同等的 从脑科学的角度来讲 其实差不多 就是真的 对于那些上投快的人 其实他真的下投快 但是要明确一件事情是 在后期爱情的过程当中 多巴胺不是唯一的分泌物 然后两个人之间 对感情的这种经营 会有非常丰富的情感细节 出现在其中 不是一个如此单线条的情感体验 真实生活 其实要比那个瞬间要丰富和多维很多 所以我赞同男嘉宾提到的 虽然上投快 虽然表白快 但后期依然有无数的细节丰富 让他可以蔓延很长的时间 也许在人类历史上没有那么长 但是走个五六十年 把我们这一生平静而幸福地走完 空间是非常大 是够的 所以我们还蛮欣赏你的 挺好的 好 再见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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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以带你一时冲动 但是之后更美好的事情 在生活中的发生 可以让我们互相更加的吸引 如果碰到心动女生 那我一定还是坚持去表达自己的心意 大家好 我叫刘雨峰 是一个热爱冒险 有生活情趣的人 如果电视机前的你 对我有兴趣的话呢 就来联系我吧